大家好 这样的一块料子神奇吗 或者是觉得有特色吗 往下看 往下看你会发现一些瑰磊 这样的种水 如果这块皮壳上石头 没有任何种水表现 切成这样的种水 我觉得算不错了 但整块料子 其实它是有表现的 也就是一块有种水表现的料子 切成这样 那么长广真的不好去评论 让我们具体看 画面停滞 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看清楚 脊部地方是蜡壳 没刷洗到 大部分的地方是刷洗过 大家注意看 什么是蜡壳 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位置上面 就是我们讲的蜡壳 走针在皮壳上 能看到种水表现 来 看到没 手电筒打针在皮壳上 能看到种水 是弱种弱化种 还是弱冰感 评论器大家评论一下 然后呢 这样的关系 注意啊 断口的种水和皮壳的种水 以及切开以后的种水 你们觉得它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 又换句话说 我们讲了买一块料子 表现越强烈 价格越高 石头打针 水头长 或者有种水 那么在购买它的时候 或者是在卖的过程当中 那么才能卖得上价 这个应该可以理解吧 切成这样的种水 你们觉得是弱 弱化 弱冰 评论器可以评论一下 白底带粒不错 特点还是可以 但是因为有裂 棉种 有几条大裂 直接贯穿以后 导致手镯有点尴尬 这个料子 如果能出手镯 多出几条手镯 价值才高 因为它白色的地方没有特点 如果张有花色 大家出去看 左上角 如果张有花色 出不了手镯 是不是也能出一些 带色的牌子 所以说 色料的弹性 这个时候 不知道有没有人感受出来